新北市府大門口被潑上大片白色油漆 監視小組到場採證 清潔員連忙進行整理 警方也掌握涉案嫌犯身分 不過就在市府大門口潑漆 難不成民眾積怨 已經難以按捺 呼籲我們的市民朋友 用管道來發聲的時候 務必這個監守我們一些相關的規定 市長侯又疑問點2024至今尚未請假 但新北槍擊案後 幼兒園胃藥事件連環報 民間發酵罷免氛圍 粉絲專業更破4000人 社團管理員點出對侯友宜不滿 實際上罷免需要經過三個階段 基礎為任期需要滿一年 以新北市總選舉人口數為例 331萬6000多人 第一階段需達到1%門檻 約莫34000連署就可以通過 第二階段在60天內連署10% 等同於33到35萬張連署書 第三階段最後投票 投一票必須達到總選舉人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82萬9143張票 才能罷免成功 必須要有超過83萬人出來投下同一票 才有可能會通過 那因為投票門檻非常的高 所以最後中間選民很有可能會成為這次投票的關鍵 如果民間想發起罷免最快也得等到11月 才能啟動第一波連署 後移聘2024但沒請假前 俠內爭議問題持續連環報 罷免氛圍恐怕如同壓力鍋 隨時回報 俠內選郭斯文 與我NC小組新北市報導